好 那來 這邊再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是真實的 例子 透過合作談判 有沒有可能避開囚犯的困境 我剛才不是講了 有可能嘛 但是呢 你還是有一個信任危機 來 我們講一個 這個大家可以欣賞一下 真實人性是什麼樣子 來來來 這個是英國的一個節目 BBC 上面的一個game show 這個叫做Golden Mode 反正他們等於好大很大的獎金 最多的時候 可以達到10萬英鎊 開玩笑 10萬英鎊耶 450萬台幣耶 差不多可以改背 他有講說可以改變你的一生 真的 有可能改變你一生的一個獎金 來 好 你最後參賽者會各拿到兩個金球 這個金球一個是叫獨吞 一個叫做評分 然後英文就是一個Steel 一個Sprint OK 最後呢 這兩邊同時亮出金球 如果他們兩個都是亮平分 平分 那就是平分 如果一個人亮平分 一個人亮偷 就是所謂的獨吞 那個亮獨吞的人就把所有的獎金拿走 那個亮平分的人就變得冤大頭零 但是呢 這邊跟剛才有點不大一樣 你如果是兩個人都偷 OK 是一無所有 OK 他不會罰你啦 只是他叫你一無所有 好 各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你 你要猜測怎麼樣的 這個 好 來 我來看一下真實 最有趣的是 他們居然在亮星球之前 還可以討論一下 怎麼樣 大家都嚇到了吧 看起來沒有嚇到 反正已經洞悉人性了 還會回答說沒有嚇到 OK 這個在這邊的話 這個舉證有趣的在這裡 OK 來看一下這個舉證 如果兩個人 我們就用英棒來標 如果兩個人合作 各拿五萬 OK 一個被判 一個合作 背判者拿十萬 另外一個人什麼都沒有 兩個都被判 是零 如果我們來看一下的話 照理這邊是很難決定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有沒有看到這邊兩個都是零 所以是同等的 對不對 所以同等的情形下面的話 也很難有一個納取均衡 不過我們把人性再把它考慮進去 OK 所以人性考慮進去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爽度不一樣 或者說不爽度不一樣啊 對不對 基本上在你頭超不爽的是什麼 只要看到剛剛那位先生兩手抱頭 你知道他超不爽的 他被騙了 被耍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對方背叛 你選合作 超不爽的 這種情形是比兩個人互相背叛還更加的慘 OK 所以你心情來講 這邊是不爽而已 這種是超不爽 所以會導致你在選的時候 OK 你其實會變成 OK 哈哈哈 變成這樣的結果了 好 所以呢 怎麼辦 各位 兩邊都不想要變成那個超不爽的 所以導致的結果還是一個納取均衡 就是大家兩邊背叛 雖然都拿不到錢 可是總比你拿了錢 我沒拿錢好吧 有人想出解決方法了喔 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OK 重點喔 基本上其中一個玩家的策略就是要逼迫對方 讓他沒辦法做出背叛的選擇嘛 OK 他消掉了他一個選項嘛 結果跟剛才那個戴墨型的去開賽的時候很像嘛 對不對 他已經說明白了嘛 基本上他就是一定會選這一邊 OK 一定要選這邊 那他跟對方 而且他還提出一個over 說如果我選這邊 然後你要我拿到錢 我會跟你評分 所以提高人的誘因 那邊對他來說 如果與其都不拿到錢 不如就相信他的承諾 OK 所以他把那邊的籌碼提高了 他就願意選成合作 所以呢 一邊先限定了選項在這邊 這兩個在變化 然後呢 同時還提出一個條件 所以跟他評分 所以提高的把這個0 提到一個比較高的值 雖然是一個口頭的承諾 總比大家都拿不到好嘛 對不對 所以他自然就會往上選了 最後就接大歡喜 他知道會往上選 他也不用當話員了 他這樣子恐嚇他 所以兩邊都選了合作 最後大家看到一個 很妙的一個結局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協商 或玩一些手段 OK 來改變我們這個 賽子舉證裡頭的配分 這是一個可以做的方法 但是呢 在真實世界裡頭 OK 當然不完全都是 剛剛看到這麼的戲劇化 而且呢 我們也不見得都是兩個人 在那邊比這樣子 無上大雅的遊戲 以剛才來講的話 如果我被賣了 我就去當囚犯了啦 開玩笑 OK 但是呢 要避開我被人家賣了 去當囚犯 怎麼樣 我一樣啊 我可以承諾一些事情啊 我跟徐麗老師說好 要是你把我賣了 讓我去關了 不要擔心 我總會被關出來 十年後 我又是好害一條 等我又是好害一條 我就會找到你 兩個人還在那樣決鬥 我會保證你把你打扁 你就記著了 欸 你知道我會改變了嗎 你的方法就是要改變 這一個舉證嘛 對不對 大家考慮到 你這個並不是只有一次 你的這一個比賽 賽局不只一次 還有後續 這就會改變了 OK 你的抉擇嘛 OK 所以呢 我們來看 真實世界 其實我們不會只有一次賽局 我們是一直重複出現的 只要一直重複出現 我們就沒有那麼擔心 我們剛才大家都永遠被陷在 囚犯的困境 大家都互相背叛 而是合作很可能就會出現了 當然啦 我們可以知道 你的合作是有限次的 合作就不會成功 因為大家想說 如果我們說我們要合作10回 大家想說 那我第10回我就騙你一下 反正沒有下一次了 可是大家知道第10回會被騙 那你就可能第9回就開始騙了 第9回會被騙 第8回會被騙 那就完了 所以呢 真實世界通常你的合作 是有可能無限次資訊不透明 你也不知道跟這個人會合作多少次 這反而救了我們 你知道嗎 OK 你都不知道跟這個人 以後還是會碰到面嘛 所以你要是賣他以後 可能下一次碰到我就把我揍一頓 所以呢 我們人生有這麼長的機會 所以都常常會有合作的機會 所以這件事情救了我們 讓我們覺得合作還是比較好嘛 否則下一次見面可能就有更慘的結果 好 所以呢 在我們 回到我們來講 在生物的演化上面 科學家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雖然 我們都知道 生物在互相競爭的時候 如果你自私一點點 把對方賣掉 可能會有好處 如果這樣的情形的話 就很容易導致囚犯的困境 大家都互相賣對方 但是呢 因為有重複的賽局 所以我們的結果很可能 會讓我們一起合作 包括著名的這個演化學者 這個稻金師 他寫的書 他說 雖然我們的出發點都是自私的 OK 在基因層次上是自私的 但是呢 你為了自己長遠的利益 OK 長遠的利益 因此再也不只一次 所以你可能就會去向一個合作 OK 那這邊只是講一個八卦 這個稻金師是很有名的演化學者 他寫的書 我很推薦很好看 那這個 網路上很多人講說 稻金師的長相 跟那個 演哈利波特的妙力 長得非常的像 我是覺得他有PS過吧 有波特效果過 我怎麼能像成這個樣子 這太恐怖了 好好好 這是一個八卦 跟那個艾瑪華爾森長得超像的 好 所以呢 來來來來來 八卦講完了 OK 好 所以演化大家都很熟了 應該不需要我再重複一遍了 不過還是可以再簡單的複習一下 所謂的演化並不是有意識的 而是說我們的祖先那一代有各式各樣的 OK 各式各樣的這個生物多樣性 然後呢 這個所謂的自私它不是有意識的 而是結果 就是說如果這個生物它不為自己著想 它就不可能留下後代 所以會留下後代的就一定是會為自己著想 結果就是導致它是一個利己的 那表面上面的利他行動很可能也是因為基因層上是利己的 好那利己就是說為自己著想 為自己的長期利益著想反而導致合作 這個我們剛才用一個概念來給各位理解它 可能也說服了各位 但是科學家不會以此為滿足啊 他也說我們這個概念很簡單 可是真實是這樣子嗎 方法很簡單來讚吧 OK 就是做模擬遊戲 我們現在可以寫電腦程式來模擬 我們一個一個生物它可以採取的策略 然後你就用這些模擬的電腦程式 就好比一個生物它有不同的策略 大家來比OK 大家來進行賽局 然後來看誰可以活下來 所以來了 所以這一個X-Rod的這個學者 他就提倡了一個來了一個比賽 因為我是動漫咖嘛 所以就是好比七龍初以後的天下第一武鬥大會 來喔 大家來讚吧 大家來收集電腦程式 在1980年他徵詢了OK 各個領域的學者 每個都提出一個電腦程式來讚 OK 一共有14個程式 每個程式都要跟其他程式 包括自己的分身來對戰 然後每個都要讚個20回合 就等於是來20次賽局 來20次賽局 然後對戰矩陣如下表 你可以看出來 這一個對戰矩陣的下表 基本上就是一個囚犯的困境 也是最接近真實生物所會面對的困境 明明大家合作可以得3分 但是如果你不合作 而是把對方賣了 你可以得5分 對方是0分 OK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結果大家互相背叛得1分 如果根據剛才的納許均衡 你可以知道我們劍頭往高分走 往高分走 綠色的往高分走 往高分走 最後是得到 彼此互相背叛的一個結果 好 你有策略喔 而且你要知道你要讚很多次喔 所以你每次讚的時候都有一個選擇 你要背叛還是合作 你有一個邏輯是電腦程式 你給你電腦程式一個邏輯 來 我們來看看讚的結果 這個讚的結果是 OK 如果 我們先舉例 如果你都是 如果你是好人還是壞人好不好 我們用以後的這個來 來 企圖住人的角色來舉例 如果 你總是背叛 或總是合作 OK 根據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OK 來 會有這幾個結果 如果兩個背叛者 互相背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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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會吧 互相背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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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得1分 1分100分 200分 你都說合作呢 哇 兩個好人 好人跟好人 兩個人總是合作 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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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分 600分 你看說 合作者不是比較讚嗎 合作者可以得600 背叛者只能得200 可是不要忘了 他們兩個之間也得讚啊 如果兩個人可以讚 哇靠就是宅肥羊了 對不對 你看喔 這真的是背叛背叛 合作合作 哇 痛哉痛哉痛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策略 合作和背叛 你絕對不是選單一策略 貫徹就好 對於背叛者來講 他雖然同類很慘 可是可以宅肥羊 對他來講 哇 好人好人 很棒 哇靠 被宅得好慘 所以呢 你該怎麼辦呢 來來來來來來 好 最有趣的是 第一名是一個白癡 倒數第一名 倒數第一名是個白癡 就是隨機的嘛 我跟我搞不清楚狀態 我就隨便選 是當然的嘛 沒有策略的當然是最慘的 不過還蠻好笑的是 倒數第二名 對 居然是學的最長的程式 作者不好意思寫出他的名字 作者匿名 他寫了77行 結果居然是倒數第二名 有人還懷疑 這是不是美國國防部的寫的 最後不好意思承認 他的策略完全失敗 來來來來來 來看第一名 第一名是 各位 我們的歸仙人 對不對 來來來來來 這個由這個 Raphover的教授所提出來的程式 OK 叫 他也長得蠻像龜仙人的 這個奇怪的巧合 來來來來來 OK Raphover的教授所寫的這個東西 我們通常叫他一暴還一暴 或者像以牙還搖 去protect 那他的概念是什麼 非常簡單啊 一開始 他只有四行喔 只要四行 那個概念非常簡單 四行可以做到什麼事情 他的規則是 第一回合合作 然後是一集合再下來 每回合都模仿 或者說採取你的對手上一回合的策略 為什麼這模仿就會變成以牙還牙 因為很簡單嘛 他模仿上一個嘛 所以一開始他合作就合作 如果對方背叛呢 你就報復回去的感覺嘛 因為我學他嘛 就是報復回去 那如果對方一直背叛我 我就一直報復一直報復嘛 因為對方一直背叛 我模仿他的上一回去 一直背叛一直背叛 可是對方又轉性了 忽然變合作了 我也回到合作 所以你模仿對方 其實就是一個以華涵涵的一個概念 OK 這樣子 他就得到最高分耶 超簡單的 好 再再一次 大家受不了啦 我們想了半天的 居然用四行的得到冠軍 而且這個策略人是白癡吃到不行 基本上就是模仿對方的上一回 也就是拿對方的策略以牙還牙 居然可以這麼強 所以再再一次 OK 第二屆天下第一武鬥大會 來自於六個國家 有六十幾個城市來參加 這六十幾個城市 基本上對戰矩陣 就是剛才的賽局矩陣 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不一樣的是 這個因為我們這個研究越來越多了 所以他說已經跟大家講了 上一屆的冠軍說 是這個以牙還牙 一爆還一爆 所以大家都拿他當假想敵 好 然後呢 上一次是戰兩百回 這次是用機率決定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 如果是有限回的 有可能大家知道有限回 就在最後一回背叛對方 所以這次是機率決定大小 在他的最佔次數 然後最後算平均分 OK 好 來 再戰一次 我們再戰一次 結果 又是他贏 各位 大家想了半天 就居然還是被這個四行的人贏了 OK 好啦 好啦 所以知道這是一個很妙的策略 大家想了半天 居然還是打不贏他 好 那這個策略 OK 他的打不贏的原因 你自己想想 首先他就是善良的 他一開始會場實合作 但是呢 他是會反擊的 他不是在討人 他對方被判 他就以對判 被判來反擊 OK 可是他就是寬宏大量的 OK 他對方如果合要合作 他也會重啟合作 然後呢 他是簡單易懂的 什麼意思叫簡單易懂 就是說根本不是個秘密嘛 我一開始就先講白了 我就是這個策略 大家都知道我是我的策略 他也不會輕易被判我啊 OK 因為他想說我用被判來反擊他嘛 所以這個東西策略是不用 我說我有一個策略 不想給你知道 只會跟我自己打算 這也不用 我可以公開 我就是這麼簡單 OK 大家來跟我合作的時候 你不用怕 OK 所以呢 他的總結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 他勝的原因是因為 這些行為 如果對應到人類的 品德上的比喻就是 你不要心存嫉妒嘛 對不對 你不要當第一個被判的人 有恩報恩 有仇報仇對不對 不要耍什麼小聰明 不用耍什麼畢力 這樣子的策略 反而是最佳策略 OK 所以很妙吧 所以來 什麼叫不孫存嫉妒 這邊可以再多講一個 一件事情 什麼叫不孫存嫉妒 你會注意到 剛才的這個歸仙人程式 這個一報還一報的程式 它是善良的 所以碰到善良的人 兩個人是一樣的分數 但是呢 如果他碰上背叛者 他會吃虧在第一回 第一回他會吃虧 可是後來他發現他是一個背叛者 他就一路背叛 然後跟他反擊回去 可是最後的分數 他會略少一點 你有沒有注意到 OK 所以呢 這個以牙還牙 通常你是落在後手 因為你要看著對方的變化 所以在每一回你合以後 你常常沒辦法贏對方 可是不要緊 因為你是跟很多很多人對戰 OK 你跟了很多人對戰 雖然你每一回都是平手或輸 但是因為每一回的分數都 相差不會太多 OK 都是算是高分的 所以累積起來 比你玩一些小聰明 有的地方得高分 有的地方得低分 最後得不償失 我這邊每一個不算都是 不會贏對方 可是每一次都是得到一定的穩定的分數 所以累積起來 就總分低一名 OK 好 所以這個在我們現在 其實喔 如果喜歡玩電腦的人就知道 有些下載程式 就是BT 就是用類似的原理 BT的話 當然這邊只是鼓勵大家 在網路上分享 不該分享的資源 可是在網路上這種共享資源的概念的時候 其實有用到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 你要得到別人東西傳給你 你也要分享出去 OK 在我們互利 你才會有好的下載量 好啦 這已經在電腦之後再用了 那這個一報還一報的缺點 再稍微來聊一下 這個不是沒有問題的喔 後來也被人家抓出問題來 在真實世界 我們通常這種賽局 你的結果不會像剛才那個非常明朗的 OK 結果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真實世界會有一些Noise 會有一些雜訊 這個雜訊是什麼 就是說我本來以為 你是要跟我合作 OK 結果呢 他誤會你是背叛 OK 這是什麼情形呢 這個就很像 比如說我跟我太太 我好心幫他 OK 幫他這個主辦的時候 我好心的幫他加鹽 結果他一回來 哇 你竟然給我加了糖 OK 我的好心造成他的誤解 結果他就氣起來了 OK 他就開始給我吃難吃的晚餐 OK 就造成背叛的開始 真實世界中有這種雜訊嘛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是 完全的一報還一報 對方因為雜訊導致誤以為你是背叛 兩邊就開始沒完沒了的報仇了 這種就要回聲效果 情侶吵架 回想一下就是常常這樣子 你的誤會 情侶兩邊都是為對方著想啊 但是只要有一方面 忽然覺得你某個東西不如我意 他想要表示他的心理不痛快 兩邊這個就會被加強 一直抱負回來抱負去 OK 所以呢 真實世界為他避開這樣子的情形的話 建議是寬容一點 OK 比如說兩報還一報 OK 那就是好一點啊 有時候原諒一下他們吧 所以來了 有趣了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一些策略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這個會影響我們的演化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把剛才的遊戲加以擴充 有科學家就寫出一個叫做演化大戰的模擬 然後假設有八種動物 這種動物有各有各的策略 然後我們讓他們進行賽局 我們來看一下這賽局讓他跑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來介紹一下 不好意思字有點小 這個因為我們兩個疊在一起 所以我們來看 綠色是什麼 綠色就是一報還一報 藍色呢是兩報還一報 是比較寬容的 可以說說這都是好人 那紅色呢 紅色是壞人 壞人就是總是背叛 OK 黃色呢是隨機者就像個白癡 一半背叛一半合作 紅色呢是爛好人 總是合作 天藍色呢是忌恨者 就是說如果你背叛我一次 我現在碰到你就永遠背叛你 好忌恨啊 不想要原諒別人 然後橘色呢是試探者 基本上是一報還一報 但是有時候他會投機的背叛你一下 來試探你一下 然後呢 適應者 他基本上是一開始會嘗試五次的合作 五次的背叛 然後來統計哪一個他得分比較多 然後再調整他的策略 OK 好 來 就你看他們這邊 這邊他們這五個動物就在那邊跑 每跑到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進行賽局 OK 那進行賽局得分多了以後 他就會產生後代 是不是很像真實事件 真實事件你一堆動物活在一起 然後跟別人要有一些競爭 來競爭的時候你採取各式各樣的策略 那如果你得分高了 表示你有得到比較多的資源 你就可以產生下一代 最後來看看 有沒有 我靠 綠色的一報還一報 藍色的都活得很好 壞幹死光光 對不對 好耶 然後呢 爛好人 其實也沒多好 爛好人在這邊 其實還可以OK的啊 倒是這個忌恨者意外的高的原因 是因為一忌恨者在一開始就常常碰到 一報還一報的 所以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合作的 因為忌恨者是原則上是第一次是合作的 OK 只要對方不背叛他 他也不會背叛對方 所以如果是這幾個好人彼此碰到 他們都是好合作 所以你看到這邊的結果非常明確 就是如果你都是戰役的城市 大家又碰在一起有合作的機會 你存活下來的可能性就會大增嘛 所以這是演化大戰的結果 OK 告訴你 你的策略是不是好 其實就跟你的對手是不是好人有關 那大家如果說好人的話 好快樂啊 OK 基本上一報還一報 本質還是善良的 所以來 在真實世界 他真的可以看到像蝙蝠 OK 蝙蝠他們彼此之間 就會這樣子 有人 不有人 有蝙蝠 有蝙蝠 有蝙蝠有時候吸不到血 OK 那他們別的蝙蝠就會分給他血 他的原理就是這樣子 因為你分給他血 他可以活下來 大家資源很少的時候 他彼此這樣分 大家可以先撐下來 然後再來可以得到血了以後 他們這個有得到優惠 得到好處的人就會報恩 OK 你有分過我 我以後也分你 這就是剛才講到的 這種賽局反覆出現的時候 得到的結果 大家都願意互分 OK 如果有一個都是壞人 大家就不分給他 這種蝙蝠就活不下來 他就不會留下後代 OK 好 所以政治世界是真的可以看到的 注意到我們剛才的概念 從我們反覆的賽局來講 一報還一報 其實那要求是什麼 就是合作與公平 互惠嘛 對不對 一開始你是互惠的 那但是對方背叛 你也要亚還亚 因為這是一個公平的概念 所以公平的概念 會變成我們道德的一部分 這是很有合理的 我們道德的兩個根基 剛才已經曉得了講 就是合作 互惠 以及公平 這在我們剛才的賽局理論 反覆賽局的取勝策略 以牙還牙 其實都體現出來的 OK 好 所以呢 來 這先幫我們看到後面了啦 所以後面還有一些修 後來大家還有提出很多修正 比如說有人的哲學是說 我們就採取一種贏不變 輸就變的做法 會不會更接近我們日常生活 這個基本上也是一個好的策略 OK 那他的行為其實跟剛才的這一個 一抱一抱都有點類似 因為他一開始是採取合作 那除非合作的時候會被他背叛 背叛就不好了嘛 所以他就改變 OK 所以基本上它也是一個善意的策略 那甚至呢在最近 OK 有科學家 OK 提出來 就是說 我們這一個剛才的賽局理論 其實存在一些破解法 可以壓迫對方的分數 被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底下 OK 不過好在 這一個 固醬沒玩 這最近兩個物理學家 這位物理學家 也是一個傳奇人物 這個Freeman Dyson 今年已經九十幾歲了 OK 還非常活躍的科學家 超厲害的 九十幾歲的物理學家 還這麼厲害 在1020 1025 12年的時候提出來的 你是最近的 所以這還是一個 還在研究的領域 那當然 他提出來這個是 剛才講的賽局理論 單一局的 你有一些策略 反覆的 你有一些策略 那這策略可不可以找到一個 新的路 他們在提出這件事情 那好在 他們現在這個講法 現在研究的結果是 你基本上要採取這樣的策略 你必須很清楚 你的賽局理由的得失 那這次世界 而且我們跟朋友之間 跟同一半之間 你的那個矩陣得失 並不是那麼清楚的 所以你很難完成完美的 套用這邊的數學理論 你就想出一個 限制對方的一個策略 OK 所以資訊不透明 某個程度也確保了我們人類 OK 不會陷入那麼尷尬的狀態 好 那這邊來啊 今天這個徐里老師已經開始 提示我時間也要拍到結束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是要談從演化 從 在局的觀點來看人類的未來嗎 其實我要談的未來是在於 我們人到底是往好的走 還是往壞的走 就我們剛才的討論來講 我們似乎道德會這樣浮現 大家會在這邊合作 會互惠 會重視公平 所以都是往好的走嘛 對不對 好 但是在科學上面 是不是跟支持這樣的看法呢 我們剛才已經秀了那個演化大戰嘛 對不對 在那麼小規模的一個戰 八種動物讓它戰 基本上好像是肯定 我們的好人會出頭的這件事情 那這邊有進行更大規模的simulation 那這些simulation的話也是一樣 橫軸是大家的得分 那縱軸是在在講 一路這樣演變過去以後 大家的這一個那個 那個所謂時間一路演變過去 然後這是大家的參與的平均得分 你會看到它有一個這樣的傾向 就是 OK 在這個等過程中 有一段時間是趨於第一分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壞人居多 OK 那壞人居多的話 大家互相背叛嘛 所以大家的分數都是低的 可是這時候比較有一個情報 就有好人 然後碰上一報還一報 一報還一報 基本上是可以報復壞人 保護好人 因為好人大家可以好好的合作嘛 對不對 好人問費壞人仔 但是好人本身可以好好的跟一報還一報合作 所以一報還一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它讓大家變成一個很公平 最後這回整個故事會欺降於好人居多 OK 後面就開始出來好人了 所以長遠來看 來 壞人居多的時候 一報還一報可以崛起 它不會輸給壞人太多 可是可以跟自己的同類合作 跟好人合作 把局勢賺來良善的 當局勢是良善的時候 不只會一報還一報 取向合作的 就是大部分的爛好人都可以存活 OK 好 這是一個自然的傾向 好 那好人居多的時候 壞人 壞人那些會載至太過善良的好人的 好人太多了 壞人就容易活嘛 因為他可以載那些好人 讓自己可以過活活嘛 所以讓局勢再變為邪惡 所以這邊到底是不穩定呢 在術語上面就是說 我們這些策略到底有沒有演化上的穩定性 它會不會存活到後面的世代 OK 各位 我們的模擬還在進去 基本上我們說肯定 最後好人 OK 是OK的 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們的演化是走到哪裡 好 當然這邊的模擬還開過簡單 用真實的世界的話 其實還有領土的概念 OK 來 今天差不多最後了 來 領土的概念是這樣子 如果這邊是好人 然後你放一些壞人策略的 你會發現壞人策略會長成一個這樣的奇蹟 會長成這樣 像一個數字這樣分開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 他這個遊戲的原則是這樣子 如果你隔壁的得分給你 OK 比你高 你就模仿他 學別人 所以你會發現壞人他會宰好人嘛 結果好人就說 我靠我被宰了 我要變壞 是不是很像真實世界的話 那件事情 OK 所以他好像已經變壞了 但是你們知道 壞人其實是被壞人分差的原因 是因為壞人只能宰好人 壞人跟壞人之間 其實得不到什麼好處的 對 因為壞人跟壞人之間的得分 互相背叛 分數是少的 所以壞人是很有感染力的 只是壞人也不得喜歡壞人 所以會這樣散開 好啦 所以呢 可是如果你有一個區域都是 結成一個都是合作者區域的時候 這個地方的發展都還是很穩固的 因為他的得分都很高 所以今天我們從再舉理論 從囚犯的困境 然後一路遭到 如果我們是反覆的 像我們的演化來講的話 我們道德會自然的浮現 那當然終極的問題是 我們人類的道德已經發到最後了嗎 我們人類在往後發展的時候 我們是走到了哪個階段 那我的結論 今天的最後一張頭影片其實在這裡 來來來來來 基本上 我從剛才得到的啟示就是說 如果全線要是要裝置涼彈的話 壞人其實是可以載入那些好人的 所以壞人是死不光的 但是你不要這麼悲觀 抱歉 因為好人終究還是出頭天的 因為好人彼此的合作 我們給我們大家的意義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才會穩定的發展 OK 所以大家請對我們人類未來抱持的希望 OK 我們人類的未來應該還是一天光明的 OK 好 我們泡水就到這裡 告一站中 謝謝大家 朱老師先泡鑽影域 在這個Q&A時間之前 第一個強調 中央大學科學教育中心是好人 所以請多多跟我們合作 對對對對 對彼此這種幫助 然後會讓這個世界更好 但是同時 我們也能夠理解 這個世界上 有一些人對我們不友善 不是壞人 但是 他們有存在的必要 對對 就是不要太多 對對 但我們希望 多多跟我們合作 我是好人 好 那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開放 就是 提問的時間 其實機會難得 至少我們看到一個還不錯的未來 對啊 這樣其實大家不要太過天真 大家爛好人這樣的話 你就要小心 壞人是死不光的 壞人是專門宅善好人的 但是基本上你保持公平 OK 一暴還一暴 其實是不夠的策略 然後呢 好人之間 其實是會有出人天的 因為分數是最高的 而且好人跟好人合作 哇 領土越長越大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對 好 所以有沒有 我有想要提問的 這個人生道理可能對小朋友 真的有點太沉重 不過沒有關係 就是 結論要當好人 其實 其實應該這樣講說 對小朋友的沉重 會覺得一般 請請 來 麻煩您先問 老師我是經濟性的學生 哇 經濟性 對這樣還有關係啦 開玩笑 有寫一點賽局 但是我就是對賽局沒什麼信心 我想問 就是賽局有沒有它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 其實應該是說 賽局本身在數學模型上 其實已經很成型了 雖然新的 就是像Dyson他們還突如新的理論 可是基本上在數學架構上面 大家都還滿有信心的 可是通常對難的是在於 你應用上面的時候 我其實前面也聊過了 這一方面是救了我們 一方面其實也是它的局限 就是 坦白說資訊不清晰的地方了 OK 其實最難的就在於 經濟學應該也學過 就是說太難把東西 所有東西標價格了 我們常常講說 每個人都有一個價格 但是呢 這個價格其實是很難定的 你可以看到反多最有名的例子 就是說 比如說 有科學家講說 逼你吃一隻蚯蚓 或拔掉你一顆牙 或切斷你一個腳石頭 或者叫你終身 不准離開那個城市 你覺得哪一個 OK 價格最高 OK 還叫你空手掐指一隻貓 OK 每個他們認為每個都有一個價格 你要定出價格 你才有辦法定出那個 舉證 你定不舉證 你才有辦法分析它 可是我剛才舉個例子 OK 吃修理 拔牙 切條紙 把你關在一個房間裡 不准讓你出門 還有掐 空手掐指一隻貓 你覺得你最不想要做哪件事情 切條紙 切條紙 OK 好 在早年 我跟你講在美國的調查 他最不想要的是吃修理 不一樣嘛對不對 你完全可以理解 原因是因為 老外這種不習慣吃各式各樣的怪東西 我們華人很習慣 所以我們不覺得吃修理有多困難 可是對老外講 吃修理超困難的 所以分數超高的 OK 早年 他們覺得掐指貓 早年的調查 掐指貓很簡單 因為那一波的人 不怎麼覺得 覺得貓動物的生命不怎麼重要 可是近年來的寵物 大家都養了 所以覺得空手掐指一隻貓 是道德上很掙扎的 所以簡單的 我只是舉個例子就是說 分數會隨著不同的背景 以及不同的成長背景 時代和改變 這個東西在應用上面是最困難的 如果這樣看 我認為是最困難的地方 OK 好 還有沒有朋友 我們的影響力還蠻大喔 經濟稀有 對對對對對 我們現在從 以學院 工學院 地科院 然後現在拓展到文學院 管理學院 還有跟小朋友的啟示是說 剛才講的東西有很多人會覺得 老三堂堂啊 老師來講鼓勵好人才是好的啦 這個善良的好的 其實不是這樣老師說 就科學上 科學上我們最好奇的是 如果我們進行混沌狀態下面 然後我們要活下來 怎麼樣還是最佳策略 結果我們答案是很簡單 你當好人才是最佳策略 所以表面上面競爭 OK 競爭其實是把別人 背叛別人 在短時間好像是比較佔便宜的 可是常識來講 你可以看得出來 合作才是最佔便宜的 OK 這是科學上面支持我們現在會有道德概念的最根本的理由 道德的科學理由的依據 對 他不用依賴 依賴說是神說的 OK 上帝說的 這不用依賴這邊的幫忙 OK 完全從科學的角度來講 我們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好 大家要把握機會 因為我不敢保證 我下次什麼時候請到徐老師 老師你好 我是那個地球科學系的學長 嗯 嗯 好廣 太好了 就是剛才最後有一個那個長期模擬 就是提到說 一爆玩一爆是在裡面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是是是 那如果這個角色被拿掉有人拿去模擬過嗎 哦 好問題 OK OK 好 其實我必須誠實的說 我沒有看過 如果類似的 的研究 OK 就是說把一爆的話 還拿掉 那 這個 如果把一爆 還一爆拿掉 當然說如果說把它類似的都拿掉的話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有沒有意志力 就是如果 其實我們可以用 我在那邊職業想想說 有沒有克制壞人的克制力了 OK 因為壞人 別人本身自己壞人壞自己是沒生產力的 因為他們分數不一樣被判是很少的 然後有好人出現的時候很容易就被壞人宰了 OK 那 那好人要聚在一起才容易生活 OK 好人再聚在一起生活 可是壞人一旦入侵以後 這些好人很容易被他們宰掉 所以我猜想如果沒有暴還一爆的話 基本上這樣的演化 其實我們就是說就演化穩定性來講 好 可能會很依賴那個區域 就是我們剛才的模擬這邊其實是後期的模擬 其實都有討論領土概念的 OK 所以如果好人聚在這邊跟外面的交流 這邊交流當然是我們設定的參數 如果不是那麼密集的話 壞人不讓他容易宰好人的話 OK 就算是沒有那個意志的 一爆還一爆 在這邊幫忙幫忙抵探抱負那些壞人 基本上好人這邊有一定的生產力 他應該還活得下來 可是如果交流太平白 抱歉我們可能就比較悲觀一點了 壞人是很容易就進來 把好人都宰光光的 雖然壞人本身是沒什麼生產力的 可是他一陸心 宰好人先殺光的再說 以他現在的比分來看的話 很可能會變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的回答很簡單 就是說這個狀況 再加上這一個參數的設定 會有可能說好人死光或不會死光 有兩種可能都有存在的 我猜一下 OK 當然如果這樣保險 我們要再多做一些模擬啦 好 我們剛剛有 那是你先 有那你先安靠 我要請問一下就是 因為你剛剛說那個Dyson是物理之下 那他為什麼去研究這個是應用在什麼的物理理理之上 OK 因為我物理之上 來來來來來 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 以前是 OK 好 Dyson會不會研究他 那個 其實Dyson的身分 Dyson一輩子研究了好多 OK 那個 他為什麼研究他 因為我不是他 所以我沒有辦法幫他回答 OK 不過呢 基本上的話 他跟這個他的合作對象 合作對象他也是個物理學家 OK 不過他也是做得很廣 然後包括天文 然後包括電腦模擬科學 他都有做 那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會 Focus在這個問題上面 那對於物理學上還有其他的地方有應用呢 那個我認真說演算法上面有應用 可是呢 就賽局理論本身的話 對於物理學有沒有應用 我現在腦中扶不出例子 所以這邊我要請教 朱老師或者是徐立老師有沒有印象 就單純的這種賽局的最佳策略 在物理學上有沒有直接應用 我腦中也是浮現出不出有直接應用 可是呢 他在這個地方他錄的是所謂的 零行列式策略 這個演算法是對於矩陣的一個演算策略 OK 這件事情是完全在數學上面 是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所以我想他應該當初是為了 因為數學所得到的啟示 我來這邊之前還被徐立老師 強迫了看他的原始論文 數學有夠多的 他應該是單純的因為數學 因為演算法 對於這個東西產生興趣 我猜啦 OK 那 最後沒有其他應用 我不敢保證 其實世界上的應用 超難講的 不過科學家你們知道嗎 科學家就是一群 只是為了自己覺得好玩的問題 就去研究的人 OK 他們是工程師 工程師他們會面對很明確的應用 但科學家就是好玩就做了 OK 所以他大概也沒有想到他們有其他應用 OK 這個我補充一下 不過 補充一下吧 科學家是先想應用 然後再來決定你自己要做什麼主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相對論應該不會出現 是啊 然後順便講 Dyson還有一個最有名的科幻上面的 因為我有一個動漫 動漫相關的卡 所以我跟你講 在很多動漫畫裡 會應用它 會應用到Dyson一個很有名的理論 就是所謂的戴森球 Dyson Sphere 他的想像是這樣子 我們藉由那所有的能量 都是來自於太陽嘛 對不對 我們的生活的能量 都是因為太陽光照下來 才會延續了我們地球上 有這麼多能量可以用 可是呢 太陽的能量是很浪費的 因為順便幫忙照 其實只有一小部分照在地球上 所以他想說我們人類的文明 發展到後來 該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做出人造的一個天體 把太陽整個包起來 你要充分的利用太陽光嘛 所以這種人造的建築物 就把太陽整個包起來 把他的太陽光都收集起來 為人所用 那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概念叫做戴森球 OK 那這樣很多東方畫裡 都會用到它 OK 也許不見得是完全包起來 也許會是一個環狀的 包括什麼 什麼 雙子公主這個動漫畫 或者是西方的這個環狀世界 這樣的科幻小說 理由都有 OK 就是要把這個太陽這樣環起來 那這個 其實它當初集出來的東西 也不是完全為營 而是覺得 我靠這個想像超有趣的 才集出來的 因為我們人類要做出這個東西來 還太早了 好 好 剛剛 永翰 你 講 我是想說那個 就是 我是物理系的 我學生兩個 然後我的問題是說 那個 一爆還一爆是 喔喔喔喔 我的聲音很大 所以那邊也要爆過我了 一爆還一爆 他是說 第一步是要善良的嗎 是 那可是如果 像是現在這個純球亂 是我第一步是選擇邪惡的的話 那這個系統會變 這個 你可能會第一步 如果選擇邪惡 我們用最簡單的case來看 OK 如果你第一步是選擇邪惡的 你碰上被判者 你不會吃虧 對不對 你碰到他爛好人 你還可以逮他第一次 對不對 但是呢 你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剛才提醒的回聲效果 你跟你的同類之間 你被判他他還會被判你 所以一爆還一爆的 最大的問題是 大家會報復得太嚴重 因為你一開始就做壞事嘛 你一開始就被判對方嘛 所以同類之間的合作 會很沒有效率 可是就演化上來講 這不是好策略 因為演化上面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的後代 會跟我們很像嘛 如果大家一群都是類似的人的後代 然後大家都有這個 一開始第一步就被判 OK 這群人其實我想應該吵得滿兇的 這個家庭一下就崩壞了 OK 因為第一步是被判的話 有是不是不利於同類一起生存的 他會行為跟壞人自己不喜歡自己 我想會很像 所以導致整體理效率不髒 可以接受這樣的想像吧 OK 好 我剛剛好像看到這邊有人要提問 還是我看錯 還有朋友要提問 好 好 來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剛剛那個底下是他們兩個對樣 那如果說他是一個隨意的對樣 假設我進去我去變對A對樣 然後他一樣是一道傳一道的那個波式的話 那假設我變去對樣的時候 所以我很能遇到B 那這個底下的結局會不會有所不同 OK 他這邊的話 其實你剛才講 如果對戰的對象不一樣嘛對不對 隨機 隨機 隨機的話 OK 其實這邊基本的概念都是 你的模擬其實就是要多次的 如果少數次的話 的確 這個結果其實會滿多不同的結果跑出來 他們做這種模擬的話 你可以知道其實會因為只要是有機率的東西進去 來講的話 你確實有這個機率 比如說好人家全部死光了 剛才我那個動物來講 OK 他們是亂住的時候沒錯 但是一定的機率就是好人家都是一開始就死光光了 我覺得認為是有可能的 但是如果你的量夠大 OK 數目夠多 次數夠多的時候 你在統計上這個傾向還是會表現出來 OK 所以結論就是少數的時候的確結果會非常分歧 有的是好人獲勝 有的是壞人獲勝 但是長期來看人夠多 OK 基本上我想他們的模擬結果是可信賴的 好 那因為時間差不多了 我最後的五分鐘我們就請各位 然後參與我們 我們會頒發一個感謝 我們今天這個演講非常精彩 那就借各位的手然後幫我們鼓鼓掌 謝謝 好 謝謝大家 Bestу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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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